娱乐圈中不发有很多的明星都想加入豪门 可是明星加入豪门之后的生活 真的就像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吗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加入豪门之后的大S生活 大S原名叫徐希元 出生在中国台湾 当年和大S和妹妹小S一起合体去了主持间 当时是两个人同时主持娱乐百分百这个综艺节目 姐妹两人也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在娱乐圈有了名气 后来大S又进军影视圈 在2000年的时候出演了有流星花园中的山菜一角 这部电视剧开始了偶像剧的年旦 大S也开始爆红 之后更是出演了泡沫之下 转角遇到爱成为众多观众的女神 大S和汪小飞还是很有缘分的 他们两个是在阿姨萱的生日会上认识的 自从见了一面后就对对方念念不忘 两人在认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就公布了订婚的消息 消息公布之后两人表示双方都是一见钟情 在一个月后两人就登记结婚了 两个人在婚前婚后的生活也比较高调 在娱乐板块经常能看见他们两个人的新闻 但观众猜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好吗 据爆料汪小飞在和大S结婚后 经济状况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汪小飞做的生意的头脑并不是很精明 先后创业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更有传言汪小飞的公司已经快要破产了 大S出手卖掉了他们价值两个多亿的婚房 去帮助汪小飞 算最后两个人都成亲了 汪小飞表示绝对没有这样的事 不会让老婆还债的 但有这样的消息传出来 估计还是会有一些原因的 大S确实是在结婚之后又开始在娱乐圈复出 参加了很多综艺和主持的节目 去了解婚后的大S的生活并没有表明上那么幸福 在家里的时候状况也并不是很好 汪小飞虽说不是娱乐圈的人 但是身边的绯闻也没有断过 和几个女明星都传出过绯闻 甚至还有人爆料汪小飞在大S临产的时候 不仅没有陪在老婆身边还和朋友一起去了夜店 男人在11年的时候也被人爆出来感情不和 汪小飞在一家酒店的包间里对大S破口大骂 后来大S出来的时候眼睛通红 应该是哭过之后原因 种种迹象表明婚后的大S可能并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幸福 但至于为什么会选择嫁给汪小飞 只有他们知道吧 现在大S和汪小飞已经结婚将近十年了 两个人现在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家庭生活现在过得还不错 不管之前的消息是真是假 还是希望大S以后的生活可以过得幸福快乐的 也希望汪小飞可以好好珍惜大S 过好他们自己的生活